我们就先说说这九万块钱的事 九万块钱来由是这样子的 原来我签的老表十几万 据潘先生讲述 自己和刘女士商定 拿出十五万给儿子支板工房 但前妻表示 宁可不要给儿子买房 也要用这笔钱中的九万元先偿还 早年潘先生欠他表哥的债务 这九万块钱是您欠价的债务 是在我和他之前 这个债务很多年 九五年以前的事了 意思是如果没有我的前妻 这样延迟拖的话 人家早就追我 要还这个债了 那么现在我的条件稍微有一点了 我必须要先把债还清给人家 原来他也同意这个方案了 那为什么还会为这个事吵呢 就是说我还钱的时候 我会告诉他 但是大方向已经 你同意料在我拿那笔钱 具体哪一天拿 我不一定要每一天都告诉你 但是对于刘女士来说 到底他认为这九万块钱 是拿来给您的儿子买房子用的 还是说还债用的 真的他都清楚吗 我早就跟他早就同意 是这样吗刘女士 不是 那真实的 他说的假话 那真实的是 这笔钱 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借的 我也不知道 就有关于他说 我有欠过一个九万块钱的债 要还这事您知道吗 开始他说是十几万 已经翻了 四万了 我记得四万是做两三次翻的 总共十二万 做三次翻的 翻了呢 他就后来就 他去横七打电话呢 他又说 又说要还一笔债 我说多少 他说十二万 我说还有十二万 我说你以前都翻了 几万了 还有十二万 到最后他说 九万多吧 过了几天又说九万吧 就是这样子的 这哪里像是一个男人在说话的 一口的假话 但是您是知道 这笔钱 他哪来是还他自己的债 我只听到他半边之识 自己在讲 我哪里知道 那刘女士说 其实对于你们目前共同的生活 他还有一个地方很不舒服 就是您跟前妻 始终保持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有这回事吗 这个不是我跟他 要保持密切联系 因为我和他 就是在这九万块钱以前 他打电话来给我 都是讲债 都是最前的事情 但刘女士说 你们一通电话 就通很长很长时间 没有多长 就是简单讲一讲而已 我就不敢当他的面通电话 不当他的面他就怀疑 当他的面一听到电话 就两个人就好像 好像两只老